一欲两眼迷蒙地看着她的脸 寻着那双漂亮的青碧眼 被那变浓的铜色惊了一下 立刻清醒 两手飞快地环抱住自己裸出的尖臂 殊不知这般瑟瑟的模样 更叫她月白竖群勾勒的胸前 露出了一条惹人的勾儿 这是她当初青涩时还不曾有的诱惑 我帮帮你换药好不好 略沙哑的嗓音轻轻柔柔的 带着哀求的味道 听在李泰尔中却模糊了字眼 只成一个个音符 她掀了下眼皮 冷淡的声音里蕴藏着热度 早说过要你莫聊我 说着她便不费吹灰之力地拉开 她两条粉蚝臂 叠在她身后一只大手便能稳稳地锁住她的两条细腕 结实的手臂点在她后腰上 让她不至于压倒她自己 带着宝石扣的修长食指点在她小巧的锁骨上 一点点滑下去 痒得她眼角运出了几点水光 嘴里不死心地小声道 既然是是我生辰 你还欺负我 她不说还好 一说就又提醒了她一遍 她换着音调 一边毫不迟疑地拉开她胸前的树袋 一边道 是 你已失误了 一句话后 她松掉的树裙便滑落到胸下 她背后铺着一片海棠红 胸前仅剩一条米色的小衣遮蔽 露出小半苏眠 细白的肌肤被衬得晶莹剔透 就好像是软玉打磨成的娇人一般 一遇被她炙热的视线盯得 只觉得那一层小衣也不见了踪影 不安地扭了下身子 脑子里飞快地想着主意 嘴上不经大脑地拖出 门还没关呢 对 门 见她扭动 李太胸腹中的躁热再长一层 狭长的闭眼眯起 食指压在她喋喋不休的小嘴上 摩擦了一下她湿润的唇瓣 没人敢进来 一低头 薄唇便贴上了她胸前的肌肤 舌尖轻卷了一下 入口的冰软棉花 令她喜爱得甜逝 食指摩擦着她同样柔软的唇瓣 尝完了她裸出的酥面 又不迟疑地移到了她薄薄的小衣裳 密了密 唇上摩擦到一点不同长处的凸起 探唇扫过 几下便湿了那绸布 舌上的触感越发明显 她呼吸一沉 上隔着衣料便张嘴含住了那颗蕊珠 一吸一云 急了她的气味 下腹的火苗腾得一下高涨起来 嗯 一跃吸了口凉气 浑身一颤 脑子顿成空白 不觉扣在她后腰上的大手已松开 沿着她精雕细琢的几股摩擦着 蹭到她蟹库边缘 两指一挑便探了进去 尾椎上的一柔 叫她溢不住轻哼了一声 下意识地摇着头 张嘴难着 憋 憋 可半边胶臀还是被她长住 一捏 一柔 似曾相识的感觉 身体陌生的反应 叫她当场便修地挤出泪来 豆沙栗子般的声调带上哭腔 听在她耳朵里更刺激她加了力道 她知她这一年是痒得好了 焦了 可真碰在手上亲了搂了 才觉出真滋味 出尝了甜头 怎会轻易罢手 先松了口 喘着粗气 按在她唇上的手指离开 轻易到她后背 用力地拉了两下 便将她小衣扯开 眼前带着富裕的心香 叫她抹了闭眼 一把琴柱细细地吻了上去 酥甜的味道迷了她心神 扣在她滑腻的粉臀上的手掌 不由加重了力道 爱不释手地将这娇人揉捏 依如梦里 怎顾她可是经受得住 喜爱她到了极处 连她哭音都化成了迷障 一欲清楚地感觉到 她膨胀的欲念 呼吸都是她渐浓的香气 后悔死了心软来给她送药 结果弄到这狼入虎口的地步 虽她连心都给了她 可身体压根就没有做好这准备 被她这般毫不怜惜的泄丸 先顾着她伤势 后又想到一年前临别的那一夜 后半夜冰凉的床破 休变做脑 脑变做躯 委屈到了极点 以吸气便将屋也停了 再张嘴便扯着嗓子提哭了起来 李太被她这一嗓子勉强拉回了神志 松了倒嘴的软肉 从她胸前抬头 就见她粉塞上造尸成一片 点着小嘴出着气 哼哼哧哧地哭着 水蒙蒙地眼睛一眨 便是一串泪珠撒下来 瞬间消息了她一半的浴火 又听她含糊不清的指责 怎有不心软的道理 你 你这样 我难受 我圣辰 你还欺负我 你还对我这样 你的伤还没好 听见最后一句 她彻底地错了火气 墨绿的眼珠子上滚过一层颓丧 手离了她胸前 探到她后背 一下翻身将人安置在胸前 她背靠着鞋踏 有些僵硬地拍了两下她的后背 哪知她哭声更大了 俊美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傲涩 又放轻了力道 张张嘴 低声中带着些无奈 笨拙地哄人 莫哭 我不招你便是 手 察觉到她没动 张红着脸 一欲掖着嗓子 又重复了一遍 手 李泰顿了顿 眼神略有尴尬 将贴在她软臀上的左手 从她半开的小裤中抽出来 掌心上余流的滑腻 脚她差点又忍不住贴回去 只抿了唇 克制地拉起她滑在大腿上的竖裙 都盖住 又伸长了手捡起地毯上她外照的沙衣 盖在她光滑的后背上 听她还是哭 又瑟瑟地发着抖 便醋了眉 两只手臂缓紧了她后背 耐着性子低声道 门可没关 你再哭就把人都招来了 果然 她当即闭紧了嘴巴 停止了啼哭 憋住哭声可不解气 垂在她腰侧的手 摸着一处软的 使劲拧了下去 嘴里小声地哼哧着 叫你欺负我 李泰顺不觉得疼 可见火气又冒头 只两眼一瞇 不急不学地威胁道 还敢来聊我 一遇立刻被吓得松了手 眼珠子都咽了回去 扁扁嘴老老实实地 爬回她怀里 可下一瞬 鼻子一抽 便猛地直起了身子 两手慌忙地 按在她胸前 紧张道 我 我文丈 是不是又流血了 说完便觉得 她视线有意 顺着光 一低头 看见胸前的光景 小脸仗熟成了 八月的燕礼 一声惊叫 便七手八脚地 从她身上爬了起来 一手提着裙子 一手裹着她的沙衣 脚踩着实地 溜得比兔子还快 三两下便蹿到了 不远处的大床上 躲在沙障后头 不见了人影 李泰迟迟收回了目光 背靠在软榻上 抬手在面前看了看 似能见着 上头缠绕着她的气韵 乌生一叹 掌心盖在眼上 滴滴难道 这个月太仓促 不知下个月可有极日 明日还是去太史局看看吧 李泰卧房门口 阿生无声地挥手 撵着两个侍女离了 去到前厅才敢放声说话 再去煎一副药吧 这会儿怕是主子喝不下去 可小姐她 平慧皱着脸 担心地朝东间张头探脑 有平铜拉着 才没再跑过去 刚才一遇的哭声 可真是吓坏了她 连想到王爷的冷模样 只当是受了气 哭得才那么惨 阿生摆摆手 无事无事 又一转念笑道 哼 也该你们两个有福气 跟对了人 平铜要冷静许多 医生道 李管事这话 阿生摸了摸下巴 小声说了几句 两侍女一愣 之后便惊喜地捂了嘴巴 才没有叫出声来 二月十三 一月吉吉礼坝早朝时候 昨日没有礼出头绪的 魏王道库一案 又被重提 只是太宗今早 没有任由下面闹腾 直接一令下去 以诬陷罪名 狠狠地惩办了 前天在早朝上 只认魏王多次 支取大营库 钱伯的两名内侍 两人在殿上 就乖乖认了罪 只说因为私缘 才会诬陷魏王 出去博职之外 又当朝 重重打了两人五十大半 只叫皮开肉战 血肉横飞 多数文臣都觉目不忍睹 两名内侍的改口 当朝百官 只要是脑子聪明些的 都能听出猫腻来 只是太宗亲言 昨日已看过大营库 连夜整理出来的账目 确认魏王前后两年 仅是支取了万两钱财 名库内道一罪 无凭无据 皇上都开了口说没有 又有两个因诬陷罪 被打的内侍 半死不活地趴在殿上 众臣还能说什么 再说有什么 就不是在质疑魏王 而是在质疑皇上了 前几天叫让最厉害的几个御史 都歇了火 变了哑巴 那天脱罐除袍的又建议 大夫赵明沁 意识不吭声 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无一例外的 就是铁板未争 可他年纪大了 身体差 憋着怒 刚黑着脸劝见了几句 就当朝晕了过去 李世民急得离了龙椅 几步跑下台阶来 又慌忙叫来了太医 一诊之后 太医的原话是说 魏大人年纪大了 最近休息不好 应是每日上朝酒历 气血不回 才会突然晕卷 李世民当场便口谕 倒是未清多劳 且在家静养一段时日 身子好了 日后也不必每日朝会 工人将尚在昏迷的魏征 送去了偏殿休息 李世民心忧跟了过去 早朝一半便叫众臣散了 李太就站在他的朝位 是唯一一个在魏征晕倒时 也没有上前围观的人 看李世民同工人 抬了魏征离开 宣布散朝后 才将手中的御护 插进了袖里 一抄手朝殿外走去 有几人小步跟了上去 剩下的多是偷偷瞄着他离开 神色各异 有胆子大的当成便冷哼出声 哎 这叫什么事 闹了几日就这么结了 我早料到如此 历经两年 魏王之宠 仍旧是无人能及呀 不 该说是更有身材对 太子前阵子又因错被禁足 魏王出这么大事 却这么简单就抹平了 唉 别叹气了 前几日我们在殿上帮腔 还是想想送些什么礼 去魏王府赔不是吧 哼 要去你去 我才不去 殿上有人交头接耳 殿外几人跟上李太 说了些讨巧的便宜话 朝臣都知魏王脾气 见他爱搭不理的 也不觉得他是故作姿态 跟了小半段路 才停下 等他先行 杜楚克见了 便与同行的几个人打了招呼 快步追上去 脸上全没了琢势的焦躁 恭喜殿下 吸脱了这不白之冤 嗯 李太在宫门前站了 左右一看 便捡了西边的道走 殿下 你这是要上户不去 太史局 李太没做解释 晾了一头雾水的杜楚克 在宫门口 独个走了 圣玉分作两道法 他那一道 昨日给了一玉 按说今天是要在殿上宣的 好叫礼部和太史局操办 可魏征晕倒 皇帝走人 这便没宣出来 昨日卢家的事还没传开 并没有多少人知道 一玉被指王妃的事 不过 这都是暂时的 但明日宣了这道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指昏 尚不知会引来几处波澜 龙泉镇 蒲珍园 上午从经理回来 简单洗漱之后 在正房小厅摆了茶馆 脚下人去西院 邀了周夫人过来 一玉将昨日 及及礼上的经过 说给了她听 卢氏在一旁补充 周夫人喝着茶 认真听着 并未吱声 说到掌尊贤 送了油草添基石 皱了眉头 听到一玉应变又松展 说到三夫人前来 若有所思 但当听到李泰 带了圣玉过来 宣了止婚之后 这处事不经的老妇 竟意外到失态的程度 一玉见她一脸诧异 暗暗偷笑 面上一本正经地 拿出那道圣玉给她瞧 在她低头看时 冲卢氏挤了几眼睛 被周夫人逮到 瞟她一眼 将圣玉细细读了 收敛神色 一盆冷水浇下来 有什么好高兴的 一个是皇帝的爱子 一个是乡野出身 无依无靠 同长孙家结怨的小女子 又有房家那层关系在 你们回京不过半个月 你可有深想过 魏王是如何求了这止婚呢 皇帝又是为何答应这门婚事的 一玉默了一下 道 婆婆说的是 您说的这些 我昨晚都想过 她一开始是被喜悦冲昏了头 可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便习惯地冷静下来 去思考 皇上是怎么想的 她没有太多依据去揣测 李太是怎么做到的 她意不大清楚 可是如同周夫人说的 这当中定有她不知道的事情发生 才促成了这桩在外人看来 绝无可能的婚事 可是昨天两人待了一下午 她都没有开口提起 这种态度便让她明白 有些事她不愿说 那她便不去问 哪怕她再好奇 就好像她在那接风宴上的一举一动 乃至目的 都并未同她如何解释一般 她们是要并肩走下去的恋人 可更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个体 她有她的事要做 她也有她的事要做 不说 不问 不是因为不关心 不在乎 只是一种默契 专心做好自己的那部分 才能让对方更加轻松 周夫人在她脸上扫了一遍 将圣玉卷起来 递给她道 你心里清楚就好 莫要高兴过了头 一欲点点头 卢氏在一旁笑着道 这好事 怎就被你们说得糟了心 我现在倒是在愁 这嫁妆的事 可怎么办呀 周夫人并不知道 卢中植留了多少家产 给卢氏母子 放下茶盏 娓娓道来 按照往年长安城嫁娶的例子 玉儿这份嫁妆要做得好看 少说要有良田三寝 两座京城里的三进宅子 四处荆棘庄子 双套齐的家具 红木难得 檀木刺之 花梨木也可 最超也要是酸枣木的 并床桌案 装台橱柜 踏凳 桶屉 一套三十四件 一样不能落下 也要有瓷器 漆器 幼器 字画 绣平 维慢 针丸器物 一应的摆设 最急是八八之数 少的也要六十六件 另要背上丝绸紧箔 金银首饰 床坎被褥 一欲听周夫人 好像在背书一般细数 最后才总结到 林林总组 用红脚筒 红扛箱台了 市区得满六十四台 才叫上得了台面 可依着卫王身份 这六十四台 便薄了 一百二十台 才叫气派 卢氏当年大婚 也是风光无比的 但比起周夫人所说 也只及了最低的标准 听后便担心地问道 这么算来 是得多少银梁 才能置办呢 周夫人放下茶盏 两手捏算了一阵 伸出四根手指 不算田产房屋 少说是要四万两 卢氏吸一口凉气 不怪他惊讶 他头十多年 是不理家务的千金小姐 后七八年 是生活无忧的官夫人 之后十几年 最多是拿着过 三千两的银票 还这不舍花 那不舍花的 同韩丽去到普沙罗城 有什么都不用他经办 这四万两 若没有卢中植留下的家产 当真是一笔天文数字了 想到卢中植留给他们母子的家产 卢氏便又苦恼着皱起了眉头 钱他们家是有的 可是要给了卢家那三万现银 他们剩下的便只有田产和房契了 过去他给一玉置办过嫁装首饰 买了一千多两银子的东西 可是现在要嫁到卫王府去 一千两银子的金银首饰 一台都不够装的 卫王府可不是只有卫王一个人住 内观给事各种人物 若一玉嫁装薄了 势必会被怠慢 且女儿嫁了夫家 是要有自己的私房钱才好行事 说话做事的才硬气 我最好关心里 让我来自家的家里